第510节 湖面上的厮杀仍然在继续,水贼的凄厉的哀嚎不断的传了过来,秘密的小船在逐渐的变得虚数,但是足足由三万水贼组成的庞大船队,官兵想要彻底的把他们吃干净,没有两天的时间绝对不可能。 云野没胆子让这些水贼又分成很多股,为将来留下祸患。 韩哲从一开始就清楚,云野之所以能够容忍水贼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结射成群,唯一的原因就是准备一战定大船,否则无法解释云野的纵容,云野只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水贼,这是他唯一的缺漏,就这一条就会让他泄入万劫不复的田地。 喜欢一战平定大船? 韩哲想到这里就开心了,如果只有三万水贼,自己就会有多远跑多远,哪怕回去被老家伙笑话,也绝对不肯冒险。 可是现在有六万,这就不太好玩了吧。 从一开始,韩哲就没想过和云野拼斗什么智慧,他对自己有很深切的认识,老头子也给云野下了断语,那就是自己比不上云野。 虽然很不愿意承认,无数的事实让韩哲说不出自己比云野更加聪明的话。 没有人家聪明,那就用最笨的法子去达到自己的目的。 三万人抵挡水军,三万人去攻击越州,甚至于不用攻下越州城,只要把它变成焦土就好。 不耍花招,就这样直白的杀过去就好。 不计牺牲,哪怕用尸体填平合沟,也要攻下越州。 带着憨奴,让流芳的侍卫压着他,一起上了最后一条船,三万水贼浩浩荡荡的就向越州进发。 这一趟不过只有百里之遥,顺风顺水之下,一天的时间都用不了。 流人员非常的郁闷,这些水贼不是来打仗的,就是过来送死的。 投尸机,八牛弩,刚把一艘船掀翻,把落水的水贼用强弩一一狙杀个干净。 又来了两艘比较大的船,他发现呢,还没有轮到自己砍杀水贼,那两艘大船上的水贼已经自己杀了起来。 一个阑山大汉手持着横刀,在水贼里左右砍杀,虽然一人面对十几个水贼,嘴角依然沉着一丝冷笑。 逼人送死的差事并不好干,不杀几个刺头立威可不行啊。 左翼刀削下来一个水贼一大片肉皮,右手的拳头已经砸在另一个水贼的脖子上,静骨折断的声音清晰入耳。 当他杀尽了挑衅自己的刺头,剩下的水贼只能低着头冒着暴雨一样的剑势,艰难的靠近官军。 只有短兵相接,才能有一丝活下去的希望。 面对水贼毫不惜命的攻击之后,刘仁苑为了减少自家的伤亡,不得不把阵刑往后撤。 水贼们发一声喊,继续咬着官军的尾巴,纠缠不休。 两天时间,刘仁苑认为大帅要自己两天之内消灭这些人实在是羞辱自家呀。 原以为水贼们一见战士不利,就会和以前一样四散溃逃,这样一来,想要全部抓住那就是吃人说梦。 可是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,就算是自己想跑,那这些水贼也会死死的咬住不松嘴,弄不清楚谁才是更强大的一方。 韩城前生再一次骑着马在岳州城里巡视,远处天空上已经冒起了三道烟柱, 这说明水贼们已经登岸了,正在快速的接近城池。 城里空荡荡的,只有将士们在准备作战,赖传锋一遍又一遍的在喊话,要那些年轻的府兵们不要慌,只要跟着自己的动作就好。 兵上一万,无边无厌的,三万汉贼会给守城军造成多大的心理震撼。 赖传锋、杨岳明都很清楚,第一次上阵的本地府兵,马上就会迎来自己人生的出战。 云野讨厌看见战场,出到大堂的时候,看到千军万马厮杀,自己的血液都会沸腾起来。 明知道自己的身手很差,被环境渲染的都想拎着刀子杀上去,如果不是亲兵死死的拽住战马,这时候早成了一堆枯骨了。 现在呢,他见到战场就想吐,胳膊腿满天飞的场景实在是没什么好看的,一个个瞪着血红的眼睛像野兽一样的撕咬。 这样的场景已经不能勾引起他的任何观看的欲望了。 胳膊飞了,世间就多了一个独臂人,腿没了,世间就多了一个瘸子,脑袋没了,土地上就会平天一座坟头。 但是肃穆的气氛得要,所以他就跪坐在葡团上和无蛇饮茶,老钱跪坐在下手,小心的伺候着云野和无蛇喝茶。 不知不觉的,天就变黑了。 越州大泽,秋日的黑夜来得很早,云野没有吩咐点蜡烛,只是让人把沙漠放下来,稍微抵挡一下蚊虫的侵袭。 亲兵不断的把前面的战士禀报过来,所以云野对于前面的激战非常的清楚。 韩哲亲自带着大军朝水一样的来到了越州城,他甚至没有休息片刻,就发动了攻城的战争。 当水贼们扛着云梯开始攻城的那一刻起,战争就进入了白热化。 投石机把大量的燃烧物投进城墙,圆圆的草球带着烈火肆意的在城池里肆虐,冲天的火焰映红了半边天。 和撤离的百姓们在一起的观灵桶,瞅着沙生震天的战场,痛苦的闭上了眼睛。 耳畔传来百姓们压低了声音的哀气,这些哀气就像刀子在割他的心呢。 明知道这是计划的一部分,他依然没有办法原谅自己。 韩成劈散着头发,把自己的头用力的往树干上撞了,没几下,鲜血就糊了一脸, 一道阴红的血从额头滑落,最后从下巴上滴答滴答的往下落。 钱生一杯接一杯的喝着白水,这个时候不能喝酒,他很清楚, 当他喝干了腰里的水葫芦,又把寒成的水葫芦解下来,准备接着喝。 一只手伸了过来,穿着麻衣的凉弓,按住了钱生的手。 老钱啊,这样喝水太伤身体,这个时候还是安抚好百姓为好啊。 如今漫山遍野的都是流民,要是出了乱子就麻烦了。 老夫还有些粮食,可供乡亲们一路省食用,不如我们请官军送我们去巴陵。 岳州已经完了。 用不着去巴陵,大帅很快就会剿灭水贼。 我们只不过要在野外躲避三两天,就要回到岳州去,准备盖房子。 现在都是晴朗的好天气,正好盖新房。 韩成抹了一把脸上的血迹,斩钉截铁的对梁公说。 梁公正要斥马,却发现一骑快马来到几人面前,大声禀报说。 贼人已经入城,赖将军已经率部退出城环,封死了北门。 杨校尉也已经率部退出南门,封死了南门。 巴陵的长孙将军也已经赶到,彻底的封死了西门。 现在这些贼人插翅也难逃了。 一直闭着眼睛的关亭龙,这才长徐了一口气,睁开眼睛,直起了身子,大声说道。 如今贼人已是瓮中之鳖,此一战后,我洞庭大泽,再无水贼之忧。 你们看着吧,岳州城的新篇章就要开始书写了。 主公,为了这岳州百姓,请让我们抛弃前嫌,一同在这片土地上把新城建立起来,这座新城将是我们的旺古荣耀。 前生抛开水葫芦,从怀里掏出一个扁瓶子,这里面装的是云家酿造的烈酒,是他从刘进宝手里夺回来的。 猛猛的喝了一大口,也不说话,就带着早已选好的青壮,头都不回的,向岳州城墙赶去。 这个时候,想必城墙底下一定有很多的尸体,需要掩埋。 韩哲带着笑意走进了岳州城,看四处冒烟的城市,他只想纵声狂笑,这次终于赢了云烟一次,赢得痛快,赢得酣畅淋漓。 公子啊,我们进了城,想要出去,那可就难了。 刚才我看见官军,连三城的战力都没有表现出来,这一定是一个大圈套,请公子三思啊。 刘芳被自己的护卫裹挟,岳州城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没有逃脱他的眼睛,看到水贼们轻易的进入了岳州城, 不由的再次向韩澈提醒,希望他能够即刻带领水贼们逃出岳州城,趁着官军立足未稳的时候,强行打开一条生路,逃回大泽,这样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 韩纳先生,你说的对极了,官军之所以轻易的舍弃了岳州空城,就是要行瓮中捉鳖之计,拿一个空城换得洞庭湖水贼的彻底覆灭,这笔买卖是划算的。 就算是传到王庭上去,云叶也是有功无过,他作为大将确实合格,宁愿自己失败,也要为国家考虑,怪不得他能得到皇帝如此的宠爱,成功者无侥幸啊。 哼哼,我的目的就单纯干脆的多,唯一的目的就是打败他,心无旁路,没有他那些所恶牵绊,只要毁掉岳州城,让他新城大业彻底完蛋,我就赢了。 你们这些水贼的死活,又我何干? 韩哲看着用铁链拆房子的憨奴笑得非常开心,每一次铁链子缠绕在柱子上, 被汉奴生生的把柱子扯开,那些简陋的小屋轰然倒塌,韩哲就觉得全身的毛孔都张开了,通体舒坦。 水贼们不明白自己的首领为什么要摧毁掉岳州城,这样做没道理啊,这个时候难道不该是敛财劫色的时间吗? 这个念头啊,只是一闪而过,隐藏在骨子里的暴虐情绪,让他们非常的享受摧毁的快感。 找不到人,就拿他们的房子来泄恨也不错啊。 妇人家里来不及拿走的瓷器、家具就成了他们首选目标,搬空了屋子,而后就是一把大火,接着嘻嘻哈哈的直奔下一家。 他奴从灰尘中走出来,肩上扛着一口大钟,巨大的手怎么都拍不出刚才铁链子抽在上面的巨像。 韩诚头一次听这口钟发出这样的巨像,心疼的都要抽抽了,刚才的那一声金铁交鸣,他明明白白的听到了那口钟的哀鸣。 敲钟啊,你不用木头啊,谁会用巨锤去敲钟啊,等老子抓住你啊,也用巨锤敲你的颈骨,看你知不知道疼。 钟很快就被两个巨汉玩成碎片了,没东西玩了,就从嘴上拿下木球,继续晃动着脑袋,看那些会旋转的八字。 等到水贼们搜遍了全城,他们发现,这座城里一粒粮食都没有,禀报给了韩哲。 韩哲大笑了起来,吩咐水贼们继续破坏,自己带着刘芳来到了前街的一座宅子跟前。 这座宅子很幸运,被破坏的并不彻底,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青石垒成的,房梁上还有星星点点的火光。 青石板也被熏得焦黑,一个小小的花园,草木折断,松软的土地上全是脚印,模样凄惨。 这里的地下啊,有一间屋子,很可惜啊,住不下我们许多人,所以需要清俭几位。 韩大先生,你的才能不错,可惜执迷不悟,心里的牵绊太多,注定成不了大事,所以你就死在这座城里吧,有三万人殉葬,相信你不会太寂寞。 韩哲从不说谎话,这句话刚出口,两个憨奴就跨前一步,就要把手里的铁链子抽出去。 刘芳叹了口气,袖子里顿时七零八落的七八个木球,颜色更加的绚烂,掉在青石板上蹦蹦跳跳的四处乱跑,五颜六色的招人喜爱。 韩奴立刻就忘记了要杀人的事,松开铁链子,呵呵的叫着笨拙的到处擒拿木球。 没有木球的那个韩奴更是急促,扑到地上用自己庞大的身躯,一下子就压住了两个,伸出去的大手又抓住一个,看样子高兴的几乎有癫狂了。 一只看守刘芳的那个护卫,插在腰里的横刀,突然间就出窍了,身子从两个憨奴中间穿过,而后,措手不及的韩哲,就看到憨奴的脖子上出现了一道红印,紧接着大喷的鲜血就冲天而起,方圆三丈之内顿时就下起了血雨。 韩奴奇怪的摸着自己的脖子,捏了一手的血,这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,身上啊经常有这种东西,继续拿着自己的木球玩,血乎乎的手一会抓起蓝色的看看,不忍心放手,就叼在嘴上,又拿起一个绿球放在眼前晃晃,这一回啊,他终于找到了正确玩木球的方法,原来不需要晃脑袋,只需要晃动手臂就好了。 发现了这个秘密,让他非常的高兴,拿着木球,向另外一个韩奴显摆,晃着手非常的得意。 血雨终于停止了,韩哲肝胆剧烈,看着韩奴靠坐在一起玩木球,脸上没有半点的血色,脖子上的创口,偶尔才能挤出一缕血丝。 他们晃动木球的手越来越缓慢,渐渐的垂了下来,焦急的汉奴努力的把手伸向正在和善鹰作战的韩哲,焦急的看着他,目光全是不解之色。 弄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控制不了自己的手,原来能够举起千斤巨石的双臂,如今连手都抬不起来了。 韩哲赤红的眼睛流出了血泪,想尽一切奔法要靠近汉奴,但是善鹰的长刀,一刀紧似一刀,刀刀不离自己的要害,让他没有片刻的闲暇。 他忽然听到木球滚动的声音,在尽且焦鸣的声音中,韩哲居然听到了木球滚动的嘎啦声,心不由的往下一沉,风魔一样的拼着挨了两刀,在鲜血飞剑中向善鹰发起了狂弓。 逼退善鹰之后,后退到汉奴身边的时候,只看到两双毫无光彩的大眼,里面全是疑惑,好像在问自己,为什么我玩不了球了? 韩哲第一回想要痛痛快快的战斗一次,他很清楚自己现在该跑了,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双腿,明明在逃跑,为什么会往前冲呢? 面前的这个家伙武功很高,自己很可能打不过,为什么不逃跑啊? 只要翻过那堵矮墙,就能顺着那棵树飞到房顶上,然后再跑到城里的另一处藏身之地就好了,大可卷土重来。 一连砍了扇鹰几十刀之后,韩哲才确定自己确实没有半点要跑的意思,只想把面前这个混蛋砍成肉酱,脑子里想的是一回事, 自己的身体要做的又是另一回事,两者窃窃不可混为一谈,所以韩哲拿出了自己所有的本事,在不大的空间里和扇鹰死战不休。 刀剑的争鸣引来了好几个年轻的匪手,他们把自己的头小心的探出断墙,发现扇鹰在和韩哲打得难分难解,而那两个恐怖的巨人却靠在一起坐在血泊里一动不动,这才大胆的从墙的那一边走了过来。 谁杀了韩老匹夫,谁就是洞庭之主?韩哲在百忙中喊了这么一句,只要能够把韩老匹夫干掉和自己交锋的高手,就会自己退缩,到时候大家一拥而上,将他剁为狗肉之将。 小杨,你行不行啊?不行的话,哥哥我就上了,早看这个王八蛋不顺眼了。 一个大胡子水贼黑黑的把自己的横刀拔了出来,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。 长发,你要是敢上来,回去我拔了你的皮。 扇鹰躲过韩哲连环劈下的几刀后,没好气的回答,高手难寻呢,这几年寂寞的都要发疯了, 现在连成锋这种货色都来笑话自己啊。 韩哲回头看了一眼死去的憨怒,自己把身子一缩,球一样的滚到扇鹰的身边, 雪亮的刀浪向扇鹰的双腿卷去。 扇鹰这一回并没有躲,连续几刀批散了刀浪,笑着说, 哼,没用的,你如果就这点本事,逃不掉的,好好和我打一架,说不定啊,我会放了你。 韩哲的胸口忽然有一把伞冒了出来, 看看将扇鹰劈过来的横刀挡住,身子随着力道往后退, 勤战长长的墨刀带着风声就旋转着劈了过去, 韩哲为了赶时间,依然不躲不闪,把胸口的那柄伞移到后背, 墨刀重重的劈在他的背上,一口血剑就喷了出去, 身子也随着强大的力道向那柄矮墙落了下去, 只要到了矮墙,安置在那里的机关,自然会把自己安全的送到暗室。 身子落了很久,都没有落到地上,这是韩哲的感觉, 后背就像是火烧一样的灼痛,让他几乎昏过去, 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看这一次机会了。 从成风和对手说话的语气来看,两个人熟的不能再熟了, 这样的境遇并不美妙,快些离开才是上策呀。